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这里看好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刚花一百元拿到的 这个算占卜吗 今日运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我们今天抽到什么签 看看会不会是大吉 哦 小吉哦 他跟我说我们这边 请怎么月光行手 OK 看不懂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女嘉然梁泽睿 有没有看我身后 没错 我们这个不是上一次来 这是已经第二次来日本 我们现在人在大赖神社 因为其实一个多月前 我们跟Tim不逢弟说 已经来过这个神社 然后附近骑车 那这边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但比较可惜的是 上一次来的时候神社没有开门 因为你也知道嘛 就神仙偶尔也是要休息 他们刚好那天排休 所以上次来的时候 我们刚好很可惜的 没有参拜到 然后也没有买到 像现在这个行走御守 就是大赖神社专属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将带了一个我的新伙伴 也就是Linda 那等一下呢 我将带她骑一下 就是在大赖海道 这个沿海之边 非常漂亮的一个 骑自行车的路线 那大家记得也要持续 把这个影片看下去 因为我们在中间也会抽出 我们这次来大赖神社 帮自行车车友求的 这个平安御守 好啦 那我们就开始去骑车吧 Go 你没多远 700公尺而已 就有一个展望台 但这个天气 现在11月底 来这边骑 其实是有点冷的 如果像现在 已经10点了 但温度的气温 目前大概只有16度而已 所以其实很冷 没有太阳的地方 真的会觉得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 这边刚骑车 有点很有趣的地方 我们刚刚骑一骑 因为这沿途 其实很多车友来骑车 然后 刚刚跟在我们后面 有一个车友 但是其实 他骑一骑之后 可能觉得我们的速度太慢了 然后 他不会先跟你并行 有时候 可能在台湾车友 不会习惯只排一排 因为这边路比较窄 他们都 有个很好的习惯只会排一排 然后当他超过你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 不好意思啊 我先超过你了 然后就加速离开了 我告诉你 我找到超便宜的 对我刚刚看的价钱有吓到 因为这一大袋才500日币 超便宜 超便宜 五二 100多 真的超便宜 而且这边就是产地直送 旁边一路刚刚都是有 橘子树 应该是很好吃 还有柿子树 日本人很喜欢在庭院里面种柿子 就是自己熟了 就自己吃 马上开吃 而且这个小站很特别的是 它这边 应该都是卖当地农产品之外 它其实有自行车友赛 因为你看后面那边 就是我们有驾车的地方 而且它还有骑工具 打气筒 那打气筒就在那 我告诉你这边的路线真的非常非常像北海岸 北海岸呢 你就是会看到那些很漂亮的景在你的左手边 我们刚刚一路也是 富士山就是在左手边 对 这边是 更厉害的地方是 它在海的内侧有一颗富士山 我们这一站来到了修善寺 这也算是靖岗县啊 就是伊豆这附近 比较著名的一个知名景点 我们今天周末来超级多人 今天也是 现在也已经是十一月底了 就是已经接近枫叶最后的时期 然后看到 远处的山里面有一些 小小红红的地方 而且可以看到超清楚的 雪顶富士山 我们赶紧进去看一下 已经是最后一波的枫叶 而且今天我们会留到晚上 来看一下晚上的枫叶如何 走吧 我们现在在红枝巷公园 等一下就要准备进去看枫叶了 这边叫做 Nijino Sato 我们在红枝巷里面 这边竟然也可以让我们体验手作 有没有看到我们改进去试一下吧 沿路这个风景太漂亮了 省不得一直停下来 先去坐坐看 你现在在红枝巷里面 然后在前后的摇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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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先生 漂亮 他说很漂亮 我只听得懂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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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沿着这个框框的边缘把它放下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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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介绍 2022年 年末 Jerry大师 带来的 麻将 第一个 这是枫叶 一朵花 这个是二花 两朵 不必的这种 你知道 我们没有艺术天分不能做成这样 我们就这样就好 麻将的风格 非常合这种亚洲风景 大家平常 有这种 晚上赏枫叶的经验吗 在台湾可能只能去九族文化村 有没有看到这边 红枝巷 真的是太漂亮了 现在来到了晚上的场景 有没有看到 它们是黑了 打完山的风景变得超漂亮 看我身后 等一下呢 再几分钟后 就已经准备开始 今天晚上的烟火秀了 带大家来看这边 这个地方啊 它其实整条路线都有蓝色箭头 那我们上次骑富士山的时候也是 就是有蓝色箭头代表这条路是 应该算单车友善 就是骑的时候 其实车子都会让你 然后整条路线其实非常安全 但还是要记得 车子不能并排 一定要前后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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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从大賴神社一路出发到这边 算是他们比较 相对于热闹的一个小村庄 因为这边其实附近很多住宿的点也好 然后还有很多人在钓鱼 还有水上游的设施 没错 但我觉得这条路线真的很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刚好来靖岗伊豆这边 它是一个我觉得很chill的路线 因为从大賴神社沿路出发 它都骑在左手边就是海 然后再往后看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 富士山 然后沿途 还有很多小麦店 就是有很多在地的农产品 真的是 我觉得很适合推荐给那种 如果你真的自己来 然后想要看看这边海景 根本就不用带车 其实这路线 这边也可以租 然后骑跟E-bike 我觉得非常轻松 路线其实是上上下下 但其实全长才13公里 超级轻松的 真的很推荐给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下次有来到靖岗的话 可以来这边走走 好甜喔 好甜喔 最后我们这支影片有抽奖活动 如果你想要得到自行车的专属预手的话 赶紧点击下方资讯来人间 我是人家梁德瑞 希望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囉 掰掰 掰掰 这间店是在伊豆市 当地一个 当初在2020奥运的期间 很多日本选手来自附近集训 然后大家可以看墙壁 就是挂满了他们的签名墙 然后这间的意大利面料理 很道地吗 比方 我也没去过意大利可以这样讲吗 好啦直接开吃了 不啰嗦 他的前菜很厉害之外 直接玛格丽特吃起来 嗯 这种内心的火灯在喷发吗 一定是他直接爆掉